九徒屠夫何在 过了前年 才是被你给赵车脸 求求你绕了我吧 绕了我们吧 屠夫 在 你去西林 跟西林长教熊出墨说 我要回桃山 九徒 你把这马车送去唐国 交给宁缺 跟他说 世间所有的死亡 都是久别重逃 是 宁缺以人自幅唤醒精神阵 一刀将只手罐主陈某废去 长教熊出墨又被三师姐震碎气海雪山 自此举世罚唐忠师落下帷幕 唐国迎来一片短暂的祥和 却不想此举引来天女不满 自己与桑桑本是共体 而桑桑却又是宁缺的本命物 自己若想重回天界 只有杀了宁缺 我才能彻底清除 夫子助我体内的人间之力 你我才能合而为一 上天打败夫子 所以 我要让他来逃生 然后杀了 不 是了断 此时九徒已带着马车来到长安 却在城墙前停下脚步 只因担心这都城的精神阵 将自己击杀 索性大声喊道 书院十三先生素来相见 消息传到书院 李漫漫心中不禁感叹 自从夫子离开 什么角色都能在门前叫嚣 只是不知九徒所来何意 二师兄君墨也只好出城一剑 离开或者死 难道 那这个人 就不值得你损金吗 不值得 因为你是懦夫 九徒听罢也不恼怒 自己在世间苟活千年 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 倘若不是天女现实 自己才懒得搭理这人间事 这个城 你做不留住啊 君墨虽只有单臂 但此刻依旧见义纵横 这城门前的天地元气骤然俱变 就此刻 城门突然开启 宁缺从中缓缓走出 九徒脸上的笑容瞬间一脸 猛地一开马车 这沉重的车厢如同巨石一般 朝着宁缺积舍而去 这无量之境马是宁缺能够抗衡 若不是君墨及时拔剑一挥 宁缺恐怕便要再次出丑 你还是不能随心做一地 卸出那个子 所以你还是个勇才 但至少我曾经写出来过 你不敢进城 便是最好的证明 九徒也懒得再理会宁缺 神情平静甚至有些许默默 毕竟浩天之下 你我皆是蝼蚁 人月 让我传给你一句话 什么话 世间所有的死亡 都是旧别的重访 话音落下 九徒便转身无惧离去 而这话宁缺自然不会陌生 那日在热海湖畔 桑桑一对自己说过一样的话 当下心中一正 这莫不是桑桑对自己的呼唤 当下辞别书院众位师兄 起身奔赴西陵桃山 而另一边 徒书也来到了西陵神殿 将天女的话转述雄出没 整得这掌教是又惊又喜 带着神殿众人在桃山迎接 西陵掌教 雄出没 恭迎天女 这人怎么像狗 我让你继续做西陵掌教 你备废的修为 也已经恢复 谢天女恩赐 召开光明会 展人世间成员 违归于天 桑桑心中担心令缺 本想劝阻天女放弃执念 毕竟令缺层三寸入天 这一夜姻缘又怎能随意忘却 我们都败过天地了 不要在我面前说这种恶心的事情 在这里 他将会被消灭 不 而所谓光明会 便是以至纯之人做光明度引使 帮助天女回归 雄出没本以为找到六对同男同女 便可得到天女赞赏 哪知又是被一顿辱骂 至纯之人在织守观 雄出没当即便带人来到织守观 看到沦为残废的观主 心中甚是傲娇 竟直接叫起观主名号 陈某别来无恙 你自己什么身子 敢敢知乎观主的名讳 雄出没此刻自视不惊 一个废柴能被天女看上 那是何等的荣幸 我不会去 不是你说不去就可以 你只需要决定自己去 还是我们起命去 陈皮皮剑雄出没实在波噪 当即一记天下西神指 将身旁罗克迪击倒在地 叶红鱼剑撞到也不含糊 一剑挥出 直指陈皮皮咽吼 我要的不是他 是他 参见光明吐银室 参见光明吐银室